高层定调,房地产就是实体经济 2023年,我们的房市将如何发展呢? 别别,欢迎来到这里说事 2022年,我国房地产进入到冰冻期 有大量的开发商遭遇到资金料的问题 不管他们如何降价打折 包括银行降利率降首付 房子是越来越难卖的 当然,很多人也把这归结为疫情 毕竟疫情期间 大家收入锐减 前方看不到希望 所以房子跌,那是正常的 然而,到了2023年 一方面,我们的疫情防控出现了重大调整 另一方面,各行各业感觉到都焕发了生机 比如说餐饮业,旅游业,酒店业 现在是极其火爆的 所以,当实体经济向好之时 很多人想了解 2023年,我们的房地产会怎么样呢? 酒店的房价都可以报复性增长 那么我们居民购房有没有可能也报复性增长呢? 毕竟咱们现在处于一个低利率的时代 你到银行存款,获得不了什么利息 广大老百姓,尤其是手里有闲钱的老百姓 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投资渠道 大家觉得是不是买房又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了呢? 这个问题呢,我们要一分为二的来看 首先第一,最高层多次强调房地产就是实体经济 什么意思? 房地产对国民经济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其实看看过去2022年房地产进入到冰冻期之后 对整个经济的影响,我们就能看出来 最先由于房子不好卖了 所以各个城市的土地它也不好卖了 你面包卖不上价就没有多少人去买面粉吗? 而土地出让金对于很多城市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没有这笔钱如何修桥补入 如何仿贫问苦 如何发展经济经营城市呢? 因此很多城市的主政者 那真是绞尽脑汁帮助房地产开发商卖房子 甚至很多城市拿出现金鼓励 我这个七岁都不收了 我让购房者这个税负降下来 看看能不能去买房子 还有的城市呢 政府直接下场啊 政府去收购一些房子 当做这个经济试用房也好 人才流转房也好 就是为了做一个第一推动 使得当地的房地产能发展 不光土地市场啊 你房子不好卖之后 建筑施工座没生意了 建材商没生意了 以这个给建筑工地送门窗的 送电梯的 搞绿化的 统统没有生意了 包括房子买到手还得装修吧 没有多少人买房就没有多少人装修 那么基尔各大装修公司也好 尼工瓦工也好 他们的生意一落千丈 连带着没有人买房子 没有人装修房子 没有人搬新家 就没有人买更多的电器 大部分中国老百姓基本上就是换房之后才会换电器的 所以电视机 洗衣机 冰箱 这些大件家电 他卖的也不太好 所以大家看到了吧 房地产上下勾连的产业链是非常多的 牵扯了千千万万人的就业 因此当房地产进入到冰冻期之后 过去一年整条产业链上的很多人收入都锐减 因此我们说房地产是实体经济 这一点都没有错 未来我们还是要大力发展房地产的 这绝不是我们想让开发商赚钱 而是整条产业链实在是牵扯太多人太多家庭了 但是另一方面在强调房地产是实体经济的同时 最高层也马上指出 我们还坚持一个观点 那就是房住不炒 什么意思 我们希望房地产发展 但我们不希望有很多人通过炒房赚到钱 中国人今天有没有购房的需求 有 一方面我们的城市化进程还在继续 还是有大量农民要进入到城市中的 他们有购房需求 另一方面毕竟我们还有很多人住房条件不是那么好 人均只有十几平 我们有更新换贷的需求 我们是希望房地产能够快速发展 给这些刚需提供更多更好的住房 但是与此同时呢 房价不能过快上涨 不能有一大批人通过炒房而发家致富 这是不健康的 所以我们归根结底题的政策是 房子是用来住的而不是用来炒的 从最高层的这两条定调 我觉得我们就能摸索2023年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规律 一方面我们是需要房地产发展的 所以去年年底以来各大银行给十几家大型房产企业准备了资金 让他们能够拥有充足的资金进一步发展下去 另一方面我们的几条红线还是要守住 不能让房地产商大规模举债高速发展 最终资金链断裂 尤其是我们要保刚需 让真正需要的人能够以相对便宜的价格买到房子 维持房地产市场的正常运转 而不能像过去某些年份那样飞速上涨 一年暴涨个百分之几十 使得炒房的人赚到钱 而危及那些真正想买房的人 当然我觉得最高层定调中还有一个很有意思 那就是说鼓励有条件的地方 现房销售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 因为现在很多买七房的人是越来越没有信心了 去年由于房地产进入到了冰冻期 大量的房子不好卖了 使得很多房地产商无法迅速回笼资金 他们的资金源遭到了断裂 然后有一些房地产开发商就撑不住了 他们就跑路了 形成了大量的烂尾楼 烂尾楼这种事物过去十几年一直有 但是往往都发生在一些中小开发商身上 而去年发生在了头部房产企业身上 以至于购房者现在都很迷惑 我敢不敢买房 全国排名第一的房地产商都有可能出现问题 都可能携资金跑路 都可能形成烂尾房 那么我买七房 我买谁的 我买七房就变成一场赌博了 幸亏去年年底以来 在各级地方政府和银行的通盘努力之下 有大量的烂尾房 好歹被建出来了 可能产权还有点问题 但是房子可以交给消费者 消费者虽然兴趣还不是很踏实 但是好歹房子你拿到手了 不像以往的一些烂尾房 那真是望洋兴叹啊 你交了首付交了全款 十几年你这个房子还是一个框架立在那里 但是这次这个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尤其是对广大购房者信心的打击 是非常沉重的 真的 我觉得一个普通消费者现在会想 我敢不敢买七房呢 买的话 我敢买什么样企业生产出来的七房呢 所以最高层定调啊 我们现在要鼓励有条件的地方 搞现房销售 就跟你买车一样 这个车造好了 交钱就给你 这个房子建好了 交钱就给你钥匙 当天就给你办房产证 没有任何产权上的瑕疵 绝对不可能形成烂尾 这样的房子 消费者买的踏实 当然我们非常清楚 按揭贷款这种买房方式 它很有利于开发商的资金运作 继而降低它的资金成本融资压力 也有可能让消费者占到实惠 但是在这个特殊时期 当大家失去信心之时 我觉得现房销售是一个很好的快速建立信心的方法